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老王谈梧桐专场事件 做主播永远不能膨胀 最近几日 梦幻大主播之一 同时也是于岛福站队地府的梧桐 被疯狂开专场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大量吃瓜群众涌进第一主播老王的直播间 纷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梧桐之所以能够崛起 圈内普遍认为老王的提携是其中最大的原因 作为梧桐的引路人 老王简单聊了下梧桐专场事件 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 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主播快速得到一定的人气和地位之后 心态发生了变化 梧桐与粉丝 玩家 商人说话的语气 开始不招人喜欢 这一次梧桐也是接受一下前辈的敲打 感受下远古主播的实力 第二 主播是一个服务行业 你做的再好也是老板捧你 粉丝捧你 水能在周一能复周 永远要保持谦虚和谦逊 不要给人一种膨胀的感觉 第三 主要一定要谨言慎行 因为主播的一句话会影响太多人的因果 老王表示之前一直估价 他是参考近期成交价估价清花词锦衣 但是很多人觉得是他在炒作清花词的价格 他估价的方式没问题 但是说出来就不对 影响就很大 因此他现在只取好不估价 老王坦言梧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和观众抬荡的人 大家要在中间理性吃瓜 兄弟们 老王对于梧桐专场事件的表态 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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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